被誉为豪华进屋的荡载湖畔大厦 虽然与私人豪宅为林 但平均持价只需要1184元 最贵的三房一厅由742平方尺卖到145万 对比同区的楼价的确是便宜好几倍 像是一个1000多平方尺的三房一厅单位 就要较价215万到400万不等 有地产业界表示 近年来不少年轻人喜欢搬到荡载居住 对于二手楼市场仍有一定的需求 八十后九十后全部都父母帮的 现在基本周边楼价去到 比较落十年打厦的楼 大部分都是2000多元尺 如果私人百多万就买到三房一厅 但在在应该十个占八个都没有机会入市 在租金回报上是会比较 澳门楼是会高一些 两房一厅是6500元至到7500元 就视乎你那个傢俬电器和层数警官一定 业者又说湖畔金屋附近的多个二手楼盘受到警官影响 消情不算太理想 就是都是望到望到墳墙 成交量都是低 那大家都中国人都是着急 那所以你说会不会好受欢迎呢 我看未必是一时间能够可以接受得到 另外到目前为止 金屋轮后户共有10354户 预计湖畔金屋开售后 轮后户大概就会剩下7500户左右 但究竟当局何时才能重开金屋申请 目前还没有带进一步消息 澳雅卫视蔡培兴刘俊勇 澳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